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思想上面没有办法整理 所以到下一周你要有办法一个人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 因为有可能你接下来将面临了踏入一个未知的状态 所以当然要静下心来跟自己好好在一起去探索自我的一个过程开始了 你选到了正义牌正义牌再提醒你 接下来这一周要特别注意法律相关问题 比如说合约或是一些什么样状况 有可能会进出警察局等等之类都是法律相关的问题嘛 这都是要注意的 他也在提醒你下一周在做事情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 什么事情都要先看清楚 思考清楚之后再来行动 这是很重要的喔 你抽到了全帐八 那全帐八在提醒你 你接下来这一周非常适合去旅行喔 有可能你之前工作非常的忙碌 所以好好的安排一下规划一下 你可以进入到一个旅行的一个状态 那这张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它说呢 你适合规划跟进修有关的一些事情了 因为有可能你之前很忙碌 非常想要学一些东西 现在是该是时候进行这个计划了 你抽到了力量牌 那力量女神在提醒你一些什么呢 他在说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呢 不要过于强势 其实很温柔跟耐心 都可以反而把事情做到最好 所以他提醒你 这头狮子要怎么去驯服呢 他用包容耐心跟温柔 就可以去暖化这个狮子 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就水到取成了 塔罗老师提醒 未来一周有些人情绪上会封闭自己 很多事情会一板一眼 感情部分容易闷在心里 情侣间容易出现冷战 闹别扭 这些都得留意 3新闻综合部导